这不是我捐赢,我老婆捐赢,我不想捐赢,我玩得很辛苦的 周润发不愧是大众男神,做人做事都令人钦佩,值得我们学习 近日,他在出席第28届补商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时首度回应捐款56亿港帝 约合人民币52亿,他笑称这些钱不是自己要捐的 是他老婆主张,自己赚钱很辛苦,本来并不想捐 但每个月只有几千零花钱,想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还不如把钱给需要的人咯 虽然轻描淡写,却让网友们看住了周润发的大爱与慷慨 还有网友被周润发的情商折服,认为他说自己不愿捐,都是老婆捐的 是把好名声给了老婆,坏名声留给自己,实在是个高情商的好老公 众所周知,周润发和老婆陈慧莲结婚至今并没有留下孩子 这笔钱则有消息称,会在周润发死后捐出 周润发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港片男神 他许多的荧幕形象,至今深入人心 在韩国同样拥有众多影迷 十年已经68岁的他,看起来虽然已有老态 但气度不减,期待他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